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驾驶座是有一种公主的感觉 然后小时候确实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被宠爱的小孩 为什么副驾驶对我来说重要是 我很喜欢我跟我父亲在车上的互动 那也是他我唯一拥有他的时光 爸爸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三个小孩里面我最喜欢陪他 就我不是那种一上车就睡觉的小朋友 我是一上车就开始唱歌 我可以一路唱 我就从新竹可以一路唱回高雄 我们老家在高雄 然后他累的时候我就拿毛巾 帮他擦擦汗 因为爸爸有时候开卡车 他身上都会挂一条湿毛巾 我记得 然后累的时候 他就会拿毛巾自己把自己擦醒 或是停在槟榔摊买一瓶 买一瓶冰矿泉水 我都记起来 所以我就喜欢帮他做这些事 给他喝水 帮他擦擦汗 然后唱歌给他听 帮助他停水 也很绵满 在他还没有开始喝酒之前 他也常常陪着我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陪我去考心酸 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忙于工作 送小朋友来考试 他们就走了 可是我妈妈就会一直 守在窗户外面 他就一直在窗户外面 一直看我 然后我就在考试 我可能觉得很紧张 所以我看他 他就会这样 加油 我要加油这样 所以 妳就安心了 我就安心了 然后考完试 他会带我去吃麦当劳 然后陪我去买一些东西 买故事